马上要过年了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年夜饭美食 樱桃肉 口味酸酸甜甜 寓意我们的日子甜甜蜜蜜 大家好 我是观祥星陈老师 接下来我们开始操作 首先我们选用这个猪里肌肉 或者五花肉都可以 先给它分开 然后切成一厘米的厚片 再切成长条 切成四方小丁 肉切好以后 我们放入碗中 先给肉抹个底润 放一点盐 白胡椒 再加入一点葱姜水 把它抓拌均匀 抓拌均匀以后 腌制五分钟 肉盐好以后 我们打入一个鸡蛋黄 然后再抓入两把玉米淀粉 抓拌均匀 我们用的这个是玉米淀粉 玉米淀粉的话 它相对来是比土豆淀粉 或者其他的淀粉 砸出来这个肉的话 更加的焦嫩酥脆 颜色特别的好 抓到这种程度 我们继续加淀粉 这个淀粉一定要多 要让肉充分均匀的裹上淀粉 肉均匀的裹上淀粉以后 我们用手捏一捏 将这个肉团成一个小圆球 锅中加入大豆调和油 我们将油温给它升到180度 然后下入我们搓好的肉球 我们下的时候 一定要给它散开的下 防止它粘到一块 轻轻的推一下 始终保持180的油温 慢慢的给它沁砸 180度的油温 砸上两分钟以后 然后我们捞出来 第二次油温200度的时候 我们再下去复砸一遍 这个时候油温一定要高一点 这样砸出来的话 我们这个肉吃起来 表皮更酥脆 第二遍复砸的时候 30秒钟 然后我们快速的捞出来 砸到这种表皮稍微有点金黄 锅中加入一点底油 放入姜末和蒜末 炒熟香味以后 放入一勺番茄沙丝 再加入一勺白糖 倒入半勺白醋 中火给它慢慢的熬制 熬到它起泡 再加入一点盐 让它更甜一点 熬到这种起泡浓稠 颜色变得深红 我们淋入一点明油 倒入我们砸好的肉球 加入一点果谱 快速的翻是好 嵌至果半斤以后 然后我们出锅 重入盘中 这样我们这个樱桃肉就制作完成 你学会了没有 如果有问题 我们评论区见 我们要绍合 MUCH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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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